烟台在滨海边新建了一座新城 很多朋友来这边说这边是一座鬼城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 今天我们来看看 事实到底如何 它这个新城建在哪里呢 建在这一个烟台下下的兴趣寺 轮口是这边 看这边 大家看这个样子感觉这边是鬼城 说实话我原来真信了很多网友的话 因为它也不是一个人这样说 是好多人都是这样说 然后我来的时候还自己带着干娘 自备干娘 来了这边才发现 根本用不上啊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 我这种玩的也挺多 这个是东海观音店 感受一下 霸霸气 这个我们就不进去拍了 它这个是在海边 那边就是大海的 我们再往这里面看一看 你看往这边 整个这边都是 滨海风景区啊 虽然相对于其他这个滨海大餐 比如说深圳啊 广州啊 虾门啊 这些城市啊 它是一个滨海风景区的人 人家稍微少一些 但是你要知道别人是这一个县城啊 这个是 就在县城里面的一个县城 一个县城里面的这个城市 城区 它的环境已经 这么好了 然后这边的人流 你看这边 不停的这个车 已经有这么多了 知道怎么说 能说这边是一座鬼城啊 对不对 真正的鬼城应该都是那种 鸟无人烟啊 大家也有去过鬼城吗 我也去过类似的地方 某个大城的新建的城区啊 但是是哪一个我不能说出来 因为 这个 怎么说呢 当地人可能会 不这么开心 而且我去的时候 人确实很少 就看不到几个人 但是不代表 他现在这个人很少 有可能他现在发展还可以呢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那边是什么情况 当时就去的时候 就是走在路上 很难见到一个人 真的是很难见到人 就是这个马路上面 也没什么车袍 我就是在那里 感觉就我一个人 你就可以随便在那个马路上压马路 就是那种感觉啊 但是在这边的话 就不是那种感觉啊 和真正的那个所谓的鬼城 相比的话 他这边要防滑热了很多 你看这边都是热 这边就是您这个居住区啊 你看往这里 你看这边南往的这个车辆 而且他这个地方有个很厉害的地方 大家知道什么 他这边有学校啊 有大学 准确来说是有大学 大学是哪里 就在这个里面 这都是种这个树里面 有这个大学 往这边都是一个居住区啊 看这一条通天大道啊 整个往这边 我们会在这里看看啊 看看他这个来往的车辆 你看 虽然不是很多啊 是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这个三三两两的 一直在这边南南往 你看 包括这个人也是的 他这边还有这个 呃 位置可以坐车啊 这边坐公交 往这边看看 这边还有他建的这个停车场 瞅瞅 停车场这边也有停的 这个三三两的车 整个这边 你看这里 大门的这个车 整个这边只能说 人比较少 我觉得 但绝对不能说 是这一个 鬼成一座啊 或者是这边 仔细 再见 谢谢大家